屏东县卫生局调查 长治乡某一家厂房被人检举 疑似处理必死禽畜 也就是处理必死鸡的时候 拿来制作鸡块 那么今天呢 业者是跳出来澄清说 没有哦 我们只有生产猪肉的产品 根本就没有鸡肉的产品 这是位在台南市的这家食品厂 阳性业者 今天向媒体出示了公司的供货单 他说公司里头只有猪肉的产品 并没有鸡肉 对于外传这种说法实在是不明白 怎么会这样讲 这是一个错误的谣传